就是在《许多年》 《许多年》 《许多年》 保演好,大家好 我叫郭大卫 我是来自东莫大学 影响大学院设计专员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 博焰的活动 问题 刚才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很想知道 保演个人对B级片有什么地方 我自己也是做设计的嘛,我想问一点小微语官专业的问题,导演你们在作片的时候,您的构图是用什么样的法材来录的? 我觉得构图它不是有传统的这种审美概念吗?那肯定要我让你个故事,我就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,就是我做的黑神秘儿是因为80后的,我当时说服我的导师的原因是我想做一个4比3的电影,其实我身边的已经没人在做4比3了,因为做4比3来说的话,其实就已经是,对韩国来说已经是他爷爷带了,就是看,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,就是为什么要做4比3呢? 第一,我觉得就是80后给我们成长空间,我们80后最多信息来源,跟我们支持的吸收更多来源电视机,那当时的电视机的尺寸是4比3,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应我的这个故事本身的,那这样的话,我觉得那个时代高速增长之后,我们变成16比9,就是现在我们眼睛已经适应16比9了,但是你再反过来看4比3呢会有一种电影,就是稍微有一点复古跟怀旧的感觉,那这个是,也是我做的, 所以导演当中,想要用影像展示的过程当中选择的一个尺寸,所以我选择了4比3,那这样的话,我用4比3在讲故事的时候就,因为为什么呢?因为它更适合于人物构图,因为你知道4比3构图完之后,其实你看不到太多简,那这样,我的整个影片当中只是为了讲一个人的故事,我不想再说这些,它是中国人,韩国人不重要, 重要的就是人对自我的一个思考,那所以我选择了4比3的构图,包括胶片式的这种色感,那在后期的时候,就呈现完之后,教授对我的评价还是蛮认可的。 大家好,我叫康英,我们几位都是来自于这个安阳大学的这个博士,然后我本身专业是数字媒体,所以今天我又有什么问题,主要是想来跟您学习一下。 我也是来自那个安阳大学,然后我本科学的是数字媒体专业,然后后来研究生跟这个博士专业都换了,但是我对这个电影还是挺感兴趣的,还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一下,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